歡迎收看新光大道 剛剛聽到的是 陳志忠對於要不要上訴這件事情 說要再跟律師研究 看起來呢 黃瑞進的兩億的公益捐 讓陳志忠應該是會幫黃瑞進 上訴是沒有錯 他說他們現在是沒有財力 可以繳交這筆公益捐喔 他講的是資歷 喔資歷 對他沒有資歷 可以繳交這筆公益捐 非常專業的法律用 我同意用他會上訴 把戰線拉長嘛 那你現在突然交兩億出來 大家會覺得很像 喔原來你 這麼有錢 信守年來就是兩億 那你可能又要長很多 又要很多揣色啦 這把啦 那但是剛剛翊翁翁講到一半就是說 特徵組要不要上訴 針對黃瑞進的部分應不應該上訴 判一年八個月 然後緩期五年應不應該上訴 看特徵組 他上訴他就上訴 兩邊都上訴